今天要先去上新的车牌 然后去墨江跟女魔头会合了 在昆明我住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轻侣 这个轻侣我去年住过 他们一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馆 然后还有一个小院子 可以打平凡球打桌球 这个咖啡馆的里面 拿到新车牌了 以后就是昆明的猫车了 来加了一个新logo 走了拜拜 想先去边骑边动一下 然后去也跟女魔头会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不会是欧界的冬奥会圣典吧 一度迁律到这里过冬 在ocean风里 我仿佛也是其中一员 天地间自在翱翔 在远方迁徙流浪 今天这个滇池确实是很漂亮 那这个风也太大了 不要说这无人机 我感觉火都太飞了 被风吹跑了 虽然从昆明开始一路往南是越来越恼火了 但是骑车风大 傍晚戴着个薄的夏季的头套还是有点冷的 还是换上冬季的厚的抓绒的这一款了 脖子这里塞进去也换得好花一点 啦啦啦 啦啦啦 Zither Harp 雨魔头已经到了 车已经停好在这了 哇今天那个昆摩高速 真是太难跑了 我本来就很少跑高速 然后今天那个高速 路用弯 又湿 车又多 因为很多大车 他们把那个路压湿了 我都不怎么敢跑 本来今天下午 换了车牌 拿到新车牌的话 已经是两点多了 然后我路过滇池 我要去飞了一下无人机 上高速之后 已经三点半了 反正一路过来 也不怎么敢跑 慢慢的过来 还是跑了一段夜路 终于跟女魔头会合了 本来我们原来计划是在服务区 搭帐篷露营 或者说去公园里面找个地方搭帐篷露营的 但是看了一下地方都不太合适 那个服务区又小 搭车又多 然后这边的公园的话都要收费 所以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来住下来了 早上起来煮两包牛肉丸吃 这个扫水盒太好用了 下次要带一个 好善牛肉丸 还有女魔头带着爪子 五骨鸡爪 最好吃的 点了一份外卖 大份多是爱 辣椒太少了 微辣 看起来比较美味 这个牛肉丸前面介绍过的 特别好吃 特别的 特别有嚼定 是真的 这个爪子也太大了 哇 我怎么下口 嗯 这个红油味道好香哦 嗯 嗯 来看一下 已经三个月没起摸的吃的 你摸动 哈哈 终于这个披挂上阵了 没三个月了 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两两个月 嗯 又开始躲动了 这个还好了 我觉得起摸车 让我最不舒服的一点 就是 什么 这些 裹的呀 呵呵呵呵 你先走吧 好 我先走 嗯 我要加油 等一下 下来加个油 油还剩 三个油 下一顶 voyage 升了十四升 降了十四升 你看 咱俩现在骑车那么累呢 你刚才犯困了 没有 咱俩现在骑车那么累呢 挺轻轻的 没有 我今天眼睛 眼睛这个眼睛老是痒 老是红 估计虫子或者是灰尘什么的吧 对 我刚搭过车太多了 我昨天现在带更多 正好好了 我在那边点眼药水呢 边骑边点眼药水 眼睛一会儿痒的不行 一会儿痒的不行 我眼睛现在我感觉里边还有东西呢 它里边它是怂起来了一块 怂起来了 就是里边有点那种叙叙那种 能够睡着吧 三十公里 到了 到了 在板纳我们只待一晚 住的是朋友小安家里面 它虽然人不在板纳 给了密码我们租进来的 我在外面阳台上面睡 女摩托睡沙发上 女摩托起床了 起床了 经过慎重考虑 我们放弃了 在老窝露营的计划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露营的装备 我的帐篷睡袋啊 移动电源啊 这些 路上不用的东西 寄存在朋友家里面 早上煮了女摩托带的 拇指玉米 没有 鸡爪 这小玉米特别嫩 我吃完了 这个五股鸡爪前面推荐过的 四十九块九两斤 好吃又便宜 在墨江和版纳都没怎么拍 打算回来的时候再慢慢玩一下 墨江有一个北回归县广场 我还挺想去看一下的 我回来之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就慢慢玩一下 看我已经收少了 你看我现在行李好少呀 轻装上阵 摩托的也是 我都没有摩托吧 就这一小包 然后加个三箱 好 好 走了我先出发了 摩托 摩托可安见 没有 就想你会超过我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